曾经在2010年第16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的俄罗斯钢琴天后 即将在11月3日来到台东 那么也将会带来这个经典的指定曲三首 值得有兴趣的民众能够前往欣赏 俄罗斯钢琴家阿弗迪耶娃曾于2010年夺得第16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 也是继1965年阿格丽希之后首位夺冠的女性钢琴家 曾速度造访台湾的她应台东县政府之邀 即将于11月带来2010年肖邦钢琴大赛中的三首经典指定曲 并首次为台湾粤迷演出《穆索斯基名作》展览会之画 很荣幸这次我们能够邀请到2011年国际肖邦钢琴大赛冠军 俄罗斯的钢琴家阿弗迪耶娃到台东演出 这次阿弗迪耶娃到台湾仅有台北跟台东两场演出 它将带来台东听众多首的肖邦曲目 那11月3号礼拜天晚上7点半在一文中心演艺厅 文化处指出阿弗迪耶娃展现另一种思维与风情 跳脱一般大众对肖邦与浪漫相等的刻板印象 经阿弗迪耶娃诠释后的肖邦曲目 情感均衡内敛 富有诗意的风格 阿弗迪耶娃受到全球乐评及乐迷的喜爱 更是华沙爱乐乐团和波兰国家广播电台 交响乐团演出的常客 同时与肖邦学会长期合作 经常应邀至世界各地演奏 11月3号阿弗迪耶娃即将与台东一文中心演艺厅 带来精彩音乐会 喜爱音乐的民众千万不要错过了 记者江碧任台东时报道